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莱登开导他 第一次目睹别人丧命确实难受 他自己在15岁的时候跳下地铁受了轻伤 而同伴摔碎了头骨 脑腔遍地 斯拿夫感慨莱登真的是九条命 上一次在贝里流倒也是差点领了便当 佩克虽然说自己已经结了婚 但手里一直拿着名叫凯西的美女写真 斯拿夫抢过来分享给油金欣赏 连老师的油金也禁不至认为姑娘的条太正了 佩克说漏了嘴要去凯西 承认这美女不是她老婆 而是征召的时候认识的姑娘 此时日军的防线后撤 兄弟部队在左翼打开了缺口 连长命令布尔金带人进行支援 炮弹不多的迫击炮小队成员 拿起枪加入了战斗 这里遍地能看到无人掩埋的死尸 油金和同伴们守在山丘的坡底 几名冲绳的平民带着婴儿先跑出来 其中一个女人似乎想把孩子交给美军 然而她却是人肉炸弹 不择手段的日军则把平民当成肉体盾牌 山顶的日军重击枪 不管美军还是平民通通射击 这种野蛮的做法虽然不能挽回败局 但却给美军造成严重伤亡 尽管已经扫清了这一小股的日军 美军的炮弹不长了眼的飞过来 误伤了不少本方的人员 愤怒的油金说肯定是有些军官看错了地图 拿自己人的命开玩笑 隔了一天 斯纳夫看到油金收到来信 眼神呆滞 以为是油金的哥哥阵亡了 油金告诉他是自己家的狗 遭遇车祸 受了重伤 死在父亲的怀里 新兵汉姆提到自己的哥哥 在邦克山号航母上 两架神风自杀战机的攻击下 美军多达500多人伤亡 卑劣的手段让大家都很愤怒 汉姆问了一个很多人提到的问题 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肯投降 莱登看到佩克 收到那位凯西的信 挖苦他有了老婆 就忘了这个姑娘吧 于是两人起了冲突打成一团 布尔金过来把他们拉开 让他们不要再惹事 虽神莱登拿起头盔刚要离开 一发炮弹过来将他炸伤 一户兵及时把他带走 果然是运气太差了 夜里油金的情绪相当低落 佩克则坐在一旁发呆 汉姆说战争和他想的不一样 油金说哪会和电影里一样 成熟点吧 不过此时汉姆的心态好了很多 旷日持久的作战让大家深感疲惫 佩克抱怨这辈子是离不开这破岛了 正在截手的油金被连长叫去有任务 失手滑落到浸泡死人的水坑里 蛆虫沾满了全身 油金连滚带爬的来到了观察哨 上级告诉他日军躲到对面山上的小屋中 递给他电话 告诉后方炮击的坐标 几颗高爆弹随后命中目标 残余的日军发起板载冲锋 这不过是又一场的自杀秀 愤怒的油金打死了受伤的日军 和排长麦肯齐狠狠吵了一下 雨夜里连一贯淡定的斯纳夫 都受过了这该死的一切 和油金互喷垃圾化 一旁的佩克受不了了 变得精神失常 脱下雨衣 冲对面的日军一边叫喊一边开枪 结果暴露了位置 害死了过来劝他的汉母 随后的战斗里 在谢尔曼坦克的协助下 K连不断向前扫清碉堡和残余的敌人 火焰喷射 手雷爆炸 子弹哒哒哒的声音 营绕在油金的耳边 杀人也似乎成了一件例行公事 油金听到小屋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他走进去 发现了躺在死人堆里的孩子 他们抱走孩子的同时 油金发现还有一个冰死的女人 恳求油金打死自己 令人动容的是 油金把他抱在怀里 送他走完最后一程 碉堡里走出一名日本士兵 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油金没有动手放下了枪 他身后的新兵一枪打死了这个孩子 让油金愤怒不已 战争让年轻的油金成为杀人机器 在不断杀戮之后 他一度坚定自己的信念 此刻他的心里又有了动摇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作战暂时告一段落 油金、斯纳夫和布尔金 在海边晒着日光玉 受伤的莱登已经回国 海长麦肯齐 让他们准备重新出发 同时告诉大家 美军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让整座城市瞬间化作焦土 太平洋的战争进入了最后的尾声 一行人很快就要奔上回家的归途 故事来到第十集 1945年8月15日 在纽约长岛的军医院里 回国疗伤的莱基和病友 一同听小姐姐不知念了多少遍的故事 他甚至都可以背出原文 一名男看护跑进病房 带来日本人投降的消息 战争终于结束了 人们纷纷拥抱庆祝 也有人气不成声 在冲生岛这里 油金和战友斯纳夫、布尔金 安逸的享受美妙的时刻 大家都不敢相信战争就这么结束了 排长麦肯齐有些无所适从的感觉 不过大家先喝个痛快再说吧 莱基收拾好行李回到家中 出租车司机也是刚刚退伍的士兵 他曾经在诺曼底空降 解放过巴黎 保卫过伦敦 很同情莱基这些陆战队员 在南太平洋收获的只有瘧疾和腹泻 给莱基免去了车费 母亲抱怨莱基回家没有提前通知 他的房间堆满了杂物 这让母亲多少有些歉意 油金和战友斯纳夫、布尔金 乘上了回家的列车 斯纳夫轻浮的搭讪 换来的果然是耳光 他们感叹回家的时间晚了半年 现在姑娘们对于回家的大兵失去了兴趣 他们讨论着将来的打算 布尔金准备把摩尔本认识的姑娘接回家 再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而油金还没有做好下一步的打算 巴斯罗的遗孀莱娜来到公公婆婆家 迎接她的是沉浸在悲伤中的一家人 原本以外莱娜是要和他们谈巴斯罗保险金的事 阵王家属可以获得一万美金的保险抚恤金 莱娜拿出巴斯罗的奖章 交给她的公公和婆婆紧紧的抱在一起 私人已故 罗宇勋章代表的是巴斯罗中士无谓的勇气 以及家人对她无尽的哀思 油金的列车抵达德州朱伊特 这里是布尔金的家乡 迎接她的是父亲和弟弟 却没有那位澳洲的女士 让她有些失落 聊聊几句临别的赠言 战友们不知何时能再重逢 好在回到了家乡与亲人团圆 莱基回到之前供职的报社 她现在是同事中的焦点 莱基希望继续之前的工作 同事体育专栏的写作 同事和主编约好了薪水 夜里莱基在房间里打字的时候 看到邻家女孩威拉 从约会对象的汽车上走下来 让她感到郁闷 母亲没开灯进来 发现儿子在偷看威拉 感慨她约会的对象既是军官 又有气派的轿车 母亲看着衣橱里儿子的制服 叹息着说 莱基穿上她一定非常帅气 列车来到了新奥尔良的新月城 这里是斯纳夫的家乡 她没有和熟睡的莱基告别 为人不羁的她也许是怕离别时的伤感吧 莱基穿好礼服 扣响了威拉的家门 让女孩又惊又喜 她还记得莱基临行之前 他们在教堂的相遇 莱基希望约女孩出去共训晚餐 威拉说今晚已经有了安排 而她约会的对象也随后到来 让场面一度尴尬 莱基的情敌是西点军校毕业的少尉 莱基挖苦她完美错过了战争 不卑不亢的和女孩明晚再约 扩出了少尉位自敢白费功夫 打了退堂苦离开 也成全莱基和女孩的第一次约会 莱基扭捏地表达着对威拉的好感 告诉女孩在太平洋的小岛上 她一直梦想着和她一起相伴 莱基写了很多封信给威拉 但却没有寄出去 因为自己随时可能牺牲 这些信虽然在格罗切斯特角的大雨中 被冲淡了自己 却是自己写过的最美好的文字 列车抵达了尤金的家乡 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 好友菲利普早已在此等候 菲利普调侃尤金的造型和烟斗 像极了大力水手 而自己马上就要和小神的梦中情人结婚 邀请尤金做他的伴郎 尤金回到庄园的家中 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 和家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夜晚的餐桌上 欧洲战场归来的哥哥拿出战利品 聊着战斗的情景 而尤金却有点心不在焉 深夜里尤金不停做着噩梦 说着梦话 让父母都感到担心 战争的伤痛很难马上从心中抹去 第二天兄弟两人聊起同样的话题 并把咖啡换成了酒 哥哥惊讶地发现 弟弟打了这么久的仗居然还是触男 他告诉尤金 不久的清宫舞会上 他穿上帅气的制服 肯定会是那些单身少女的猎物 但尤金却不想再穿上军服 不愿再触碰那些伤痛的战争技艺 在退伍老兵安置战里 尤金填茂志愿 想去阿拉巴马理工学院 接待的小姐姐详细询问尤金 她的学历和技能 战争的锤炼 只让尤金学会了处理炸弹和使用枪械 她也没有从事过任何文职 小姐姐问她 那海军陆战队有没有教过你 可以在理工学院继续深造的东西呢 不爽的尤金告诉对方 陆战队只教会她怎么杀日本人 庆功晚会上 尤金躲开喧嚣的人群 菲利普拿过酒杯和她谈心 尤金不能释怀战争的记忆 为什么是自己安全回家 而战友们不是允命就是受伤 菲利普告诉她 回家的每个士兵都会这么想 能做的只是跑跑步 享受现在的每天生活 威拉带着莱基回家吃饭 女方的家人对莱基的工作和收入 颇有微辞 好在她和威拉有共同的语言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亲密 父亲带着尤金出来打猎 而尤金拿枪走着路 却越来越艰难 直到坐在地上痛哭起来 她无法再做杀生这样的事情了 母亲抱怨尤金整天无所事事 希望她也找一份工作 而尤金说 她现在还没有计划 作为医生 父亲了解受过战争伤痛的人 走出这段艰苦的人生之路的时间 还是要靠当事人自己慢慢疗伤 好了 以上就是美剧太平洋战争所有的故事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未来我会制作关于美剧独销的视频 将优先发布在微剧院APP 各位观众想追更的 可以下载微剧院 感谢支持 我是张馆长 我们下期视频见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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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